今天帶著最年輕的一起共享受 對對對 覺得媽咪孟耿如腳踩高跟鞋 懷著三個月身孕亮相 她16號宣布懷孕 曬出潮一波照 透露現在肚子有個67公分的生命 指呼很幸福 她的反應讓我意外的 有一點覺得很特別 她先就是比了一個 好像自己很勇猛的姿勢 對我自己覺得很幽默很搞笑 盼望50歲前當爸的黃子嬌愛的捷徑 總算來報到超級興奮 兩個人愛情長跑七年 選在去年三月份等請結婚 而原先想要舉辦的婚禮 卻因為疫情決定取消 當孟耿如驗到懷孕時 還有些不確定 在家裡我們一起接受這個喜悅 我個人覺得就是 女生如果像我的話會很漂亮 像教科我怕她長不高 如果是男生的話 所以就 但女生長不高好像比較還好 私心希望是女兒 孟耿如幸福笑容 長不住 而老公時常早出晚歸 他還幽默含話 不要讓腳隔太忙 希望能常常在家 就是會覺得說 OK我現在好像是 荷爾蒙比較失調 情緒比較不好 他就會退讓一步這樣子 希望他永遠都這樣 情緒很低落 然後我覺得自己很沒用 有興趣的事情都沒興趣的 以前曾經會有 那段時間就完全 可能畫畫你都不太想碰 就 然後就覺得每天悶在家裡 然後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懷孕到目前一次孕吐都沒有 只是荷爾蒙導致他心情沮喪低落 是目前覺得最辛苦的地方 不過他也說最近心情有好一點 老公和朋友都有盡力拉他出門走走 曬曬太陽運動運動 要大家別太擔心 TVBS新聞 黃光瑋洪亭 SNG小組團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